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频道 我是韩媒 我是加拿大的韩媒 今天是2018年12月9日星期天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天才科学家张首胜的死亡原因 我呢 一直对12月1号这一天发生的这几件事 四件事 跟华人有关的这四件事 其中的三件我就觉得太过蹊跷 然后我经过深入调查研究 今天我发现了张首胜一个生前好友 也是他的合作伙伴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的目的是悼念张首胜 但是呢 他里面透露了很多的张首胜那个投资公司的内幕 我想把这篇文章呢 全文读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教授一去 举国一片悼念声 教授生前压力至少有三方面 中美经济关系紧张 团队内部明争暗斗 丹华基金业织惨淡 年初 FBI集中约谈千人计划专家的同时 也曾经与张教授谈话 希望其不要继续投资 人工智能等美国尖端技术公司 11月底 美国再次发布新的301报告 报告中 点名通报丹华基金主要LP为中国国企 团队明争暗斗 即包括丹华美国万谋 丁某等年轻人借用丹华基金品牌按谋私利 私自向项目方索要回扣 也有内部矛盾重重 争抢项目送币福利 几位年轻人头顶区块链女皇 币圈新生代掌门人等丹华资本富裕的光环 却做着为自己博名利 挖基金和投资人墙角的事情 一名董事总经理 教授夫人的朋友的孩子 更是与合伙人古安家直接冲创 在矛盾愈演愈烈之时 教授也多次表达过为难 内部斗争 于万会离开丹华之时暂时告一段落 各方面都买教授的面子 但争夺利益之事仍未停歇 从一名基金从业者的角度 几位团队成员追求个人名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毕竟基金的利益自己只有小部分 个人的利益却是百分百的 更何况谁也不会在基金工作一辈子 但是几位年轻人做出来的 有被投资人利益的行径 着实是令人吃冷的 投资业绩比起以上的两点 或许更加令人惋惜 丹华一向以硅谷华人基金翘楚自居 从融资额和投资总数来看 都领跑硅谷 改变了华人基金指头早期天使的状况 直接参与到A轮 B轮甚至更后期的投资 在短短几年间完成了超过150家项目的投资 获得了空前的声誉 然而 教授个人相当一部分时间要花在学术和科研上 投资并不能全身心投入 科学上高屋建领的成就 也帮助不到投资的经验 丹华呈现出相对民主的投资决策机制 多由年轻人参与 教授把关 投资项目时有失误 丹华一期成立于2013年 大部分项目获得了足够的成长时间 从这期投资的项目来看 几个重金投资的项目 光滑相机LATRO 机器人公司3D Robotics 无人机Airwave 室内地图Inside Maps 机场用车 Flight Car等均血本无归 其余大部分项目也面临增长停滞 基金投资的表现最好的明星项目 AutoX和Mita也在与Pony Eye、HoloLens等项目的竞争中处于下风 基金账面回报仅为1倍 基本不存在能够返还投资者受益的可能 单华基金受到大陆关注 主要是在2017年的币圈狂欢 一度成为中国最有名望的区块链基金 然而 众人所不知的是 基金受LP Agreement所限 并不能直接投资代币 仅能通过投资项目公司股权的方式投资 而单华基金在2018年1月 终于与LP达成协定 允许投资项目代币 这才重仓进场 却怎料将大部分资本投资在了历史的最高点 基金投资的ZIP、3U、HSC、IHT、RFR均告惨败 仅有ZRL及时退场收回成本 在交易所中投资的OK和FCON也是几乎清零 成为了这一场资本泡沫中 最被看好也最为万众瞩目的失败者 教授曾经不止一次的讲过 他最爱的还是教书 作为一名声名显赫、学术成就、登峰造极的学者 他同样在以自己的名望 我对教授的选择无比遗憾 因为这支基金中 他是最正派 最为投资人利益负责的那一个 但最终 这样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却要为一群没有担当的人的行径而负责 教授是那么的令人尊敬 硅谷有千百名教授 但教授一词 永远特指张教授 他是每个人心中的The Professor 教授是那么的纯粹 他的名字在他生前被无数下属消费 而在去世后又被无数网友消费 有多少人在教授去世后发合影悼念 只为了炫耀自己曾经与教授相见 但我想这个道古先锋的学者 倘若看见这一幕 也只是会淡然一笑 白手念叨 不爱的 别了 手上 这就是这个道文的全文 其实我还查了呢 美国的那个301的报告 那个报告里面所呈现的 其实和这个道文里面所说的 有挺大的一个出入 但是呢 我在今天这个视频里面呢 不想讨论那个301报告 回头呢 我会单独开一个视频 跟大家分享一下 301报告里面 所涉及的张首胜 和他的投资公司 以及中国的背景 这些东西呢 了解的越多 越让我理解到了 为什么美国和中国之间 有了这样的一个 经济和贸易的一场战争 我看到呢 张首胜啊 他生前是挺辉煌的 在投资方面 好像是呢 成为了一个名人 然后呢 他和中国政府之间 和中国的一些个大的企业之间 一些交集 他跟很多的名和贵圈们 名圈和贵圈以及政治圈 都有很多的交集 我们中国人呢 好多人喜欢追求这些东西 我看了张首胜 他的这些事以后呢 就让我想到了施建祥 施建祥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呢 也是风光一时 很多中国的这些个成功人士 不管你在哪一方面成功的 都特别追求 这些个所谓的风光 喜欢去结交那些个权贵们 有权的 有势的 有钱的 有名的 喜欢跟这些人扎到一起 但是呢 往往就是这些人 他们到了一个高位以后 重重的摔下来 就跟张首胜一样 他生前在科学界 在投资界 可能他都到了一个楼顶的位置 但是呢 他却重重的摔下来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很多人又何尝 不是一个类似的下场呢 你看那个施建祥不也是吗 想当年多么的风光啊 现在呢 有家不能回啊 只能待在美国 成为一个逃亡者 成为一个逃犯 完全失去自由 中国呢 现在修改了刑法 修改之后 对于那些个逃亡在国外的 抓捕不到的犯罪嫌疑人 也可以进行审判 可以审理 可以判决 一旦对他们判决之后 他们就不再是嫌疑人了 张首胜已经失去了 我想活着的人 应该从他身上 吸取一些教训 我一直喜欢说唐爽 唐爽的才华 我不知道能不能跟张首胜相比 唐爽的成就 显然呢 跟张首胜同期的时候呢 不能同日而喻 但是唐爽也是一个 有才华的科学家 我觉得唐爽滞留的 唐爽们 应该从这个张首胜这个 吸取教训 作为一个科学家 就踏踏实实的做科研 还有呢 其他领域的人也是一样 如果你是在北美 你是在美国 你是在加拿大 或者你在澳大利亚 如果你在某一方面 有所成就 如果你开办公司 你开办的好 你最好不要贪图 国内所能给你带来的那些 所谓的风光 不要贪图那些 那些会毁了你的 好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聊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我请不吝点赞